国际的焦点银绣带您继续来关心 日本这几天真的相当不平静 我们刷牌祈福给日本 福岗县呢 北九州知名的商店街 三号下午 金船火警 有位店家非常密集 火势迅速的蔓延 烧得非常的凶猛 非常的快 从社群网站上头 流传的影片 您可以很清楚看到 火势非常非常的凶 消防人员正在群里的灌酒当中 而这条商店街 创建于1951年 已经有72年的历史 是日本的第一个 共亡式商店街 初步判定起火点疑似 在一间餐饮店 起火的原因 是锅中热热 引燃火势 索性当时餐厅内 顾客跟员工工作人员 都已经顺利逃生 东京的雨天机场 日航班机跟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擦撞之后起火燃烧 消防当局是足足花了 将近八个半小时 才终于把火势给扑灭 而两架飞机 统统都烧成了焦炭跟骨架 而海保机 唯一幸存的机长 全身大面筋的烧烫伤 伤势非常的严重 目前最新的消息 暂时脱离了险境 而它的公词 将有助于 厘清整个事件事发的原因 跑道上伤痕累累 整架飞机烧成一片焦黑 仅剩机尾和机翼 还能看见白色机身 而海保机也不遑多让 残破到无法看出原貌 全部支离破碎 目前警事厅派出大批人力 在现场搜证 依照业务过失 针对机体展开调查 2号下午日机降落 雨田机场和一架海保机擦撞 形成一团火球 根据日媒引述海保厅 内部人士指出 机长当时曾回报 已得到起飞许可 但事实上塔台根本没有 准许海保机起飞 而是往跑道移动待命 进阶证实 海保机机长可能是听错指令 而塔台当时给予日机 516降落指示 飞机才开始下降 而且当时131客机 还发现跑道已经着火 这段通讯对话 现在也公诸于世 显然是海保机机长 自己误会可以起飞 才导致这场意外 花了将近8.5小时 才把火势扑灭 而海保机唯一幸存的机长 虽然在第一时间逃脱 但是受到大面积烧伤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经过一夜抢救目前已经脱离险境 警示厅则表示 等待机长身体状况好转 将会对他展开询问 厘清事发当下具体经过 其实会发生这起意外 双方都有责任 日航机长也应该目视跑道上 是否有飞机才得以降落 否则就会造成重大悲剧 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人灯半岛受到瑞士规模 7.6强诊清洗 目前已知至少64人不幸离难 CNN的记者走访重备区 石川七尾市 当地的地震 幸存者除了依旧活在 雨阵阴影阴霾之下 更必须要在断水断电 非常艰困的困境之下 面对严寒低温 来看来自于CNN的报道 It's been more than a day since the powerful quake but for Minaya and her mother the impact still very fresh thinking about it now still makes me tremble my heart was pounding my mind went blank we just scrambled things like our wallets and ran outside Minaya was visiting her family for New Year's when the quake struck her mother's house now unlivable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impact the pair luckily able to escape unharmed but with a constant aftershocks they're still far from safe I feel like even now the building is shaking whenever an aftershock happens I think of the main quake and my body trembles but it's not just the tremors people here have to worry about other than a roof there's little else there is no heating right now so people are sleeping on mats they're using thick blankets to stay warm there's also no running water so the Japanese self-defense forces are just outside this building handing out water to locals this water a lifeline for dozens here and thousands across the region left without supply or simply without holes after Monday's powerful quake 太阳心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阳心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各場運作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也因為這不是要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選擇太阳心全校克肺爾益生菌做好 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夫婦